你真的说服他把琴莫瑶给开了 当然了 我费了那么大的劲 才让他怀疑琴莫瑶 自然要打铁趁热了 他已经答应我了 要跟他解除保镖合同 不过就这么把他给弄走了 你的猫鼠游戏不玩了 我们现在最着急的 是要找到鸿腹最大的股东是谁 你 你怎么还在这 鸿腹 你不是跟他解除合同了吗 对 我已经跟周末解除合同了 那这是 这是我新的私人助理 琴莫瑶 迟走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好不容易把那个人送走 为什么又把他请回来 你之前不是说他打算害我吗 那我们怎么可以轻易放过他吗 之前他只是我的保镖 很难在骗钱这件事情上有太大的发挥空间 现在他是我的助理 应该会很快露出马脚吧 东东 你不要那么天真好不好 她那个人哪有那么容易对付 不是还有你和雨薇帮我吗 你们 我会骗我的 对不对 童童 我跟池山只是担心你 怕你会再有什么危险 你看她之前 都冒用周末的身份来家里 还联合她的兄弟对付你 我们实在是担心你的安危啊 雨薇 你们这么怕那个秦莫瑶 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是我不知道的 哪有 怎么会啊 池山 你放心 我不会让任何人有机可乘 我会守住林家的 秦莫瑶 你就交给我处理吧 对了 过两天是我生日你没有忘记吧 当然没有 那就好 这次生日我想找几个朋友一起过 我还等着收你们的生日礼物呢 好 要是能让太太离心 说不定就能从下雨为那儿 抛到池山犯罪的心心 yea 董 董 今天好漂亮好美啊 生日快乐 彤彤 生日快乐 彤彤 快许愿吧 只能用直觉去丈量 许的什么愿 愿望 说出来就不灵了 彤彤 这是我跟池山给你准备的礼物 你快打开看看 喜不喜欢 说到礼物 最好的就是 池山打算送给我的订婚戒指 我记得那个天然钻石可好看了 好羡慕啊 可是后来 怎么找都找不到 雨薇 你有看到过吗 看 那个雨薇手上的那个 怎么那么像童彤说的那个呀 就是啊 我记得 上面好像是一个风型的钻石 雨薇 是不是就是你手上戴的这个呀 真好 迟薇手上戴的这个 看下来跟人生里的确实很像 你说的一样 是不是就是这个 雨薇 迟薇手 你看看是不是 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迟薇手 你得帮童彤看一眼 是不是那个订婚戒指啊 雨薇 就是啊 不会是偷的童彤了吧 是吗 是吗 谁知道了 你看那这烦 你先虚实太偷童了 先虚实太偷童了 先虚实太偷童了 这就是了 这有这么大的疯了 这有什么样子 你怎么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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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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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漂亮了 彤彤 是你的那个吗 是不是 就是这个 真是这个呀 雨薇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对呀 彤彤对你有多好 我们都是知道的 你怎么连 她的戒指都偷啊 是啊 雨薇 怎么 这可是订婚戒指 你跟她那么要好 不会不知道吧 你怎么连 结婚戒指都偷啊 就是 她刚二十多年的姐妹 她比怎么这样 不是 彤彤 不是 彤彤 当初是你让我给你 保管这个戒指的 我没有掏 你还没有偷 你都戴手上了 你还没有偷 不是 你还叫做 太醉油了 我让你保管了吗 就算是让你保管 你也应该好好收着 而不是戴在自己手上 雨薇 这么多年 我的东西只要你喜欢 我都没有不给你过 你喜欢我的房间 我就让给你 你喜欢哪一件首饰 哪一件衣服 我哪一样不是想都不想 你就送给你 这可是我的订婚戒指 你戴在自己手上 难道你连我的未婚夫也想要吗 彤彤 别瞎想 不会有这种事的 雨薇 你说话呀 你对我还有什么不满意 你还有什么东西想要的 你说呀 雨薇 看不出来你野心还挺大的 本来嘛 下人的孩子 眼界就是低 就是啊 就算当清洁卫养着也养不熟 见到点好东西 就忍不住 就是啊 别让她留在你家了 彤彤 把她赶出去 还留她干嘛呀 赶出去 你还站这儿干嘛呀 你快走吧 出去吧 出去吧 出去 她走吧你 快走啊 快走啊 别把这儿换了 真是 真是 她这么好 根本就是白瞎了 快走 赶紧走吧 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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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下雨了 他就会在这儿干什么呀 人家也是人家的地方 这样 真是白眼 走啊 快走啊 快走啊 快走啊